從這個禮拜開始 其實本來應該是上一次的課程之內 但是其實是從這裡開始斷記會比較好 為什麼 因為從DNA的發現 其實就是在遺傳學裡面 是正式進入所謂的分子遺傳學的領域 分子遺傳學 其實大家都覺得說 分子遺傳學跟分子生物學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覺得呢 各位覺得分子遺傳學跟分子生物學有什麼不一樣 有人可以大膽舉手 我覺得一樣 那也可以 沒有人舉手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實際上其實分子遺傳學 應該講說 遺傳學本來就是遺傳學 為什麼會有分子這個字出來 就是因為說 當我們看生物的scale 越來越小的時候 已經進入到分子的層次 所以就叫分子遺傳學 那以後我們如果說漸漸越來越派越小 變奈米 說不定以後會有奈米遺傳學 我不知道 所以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scale 越來越小的時候 它自然這個字就套進去了 所以說它其實就是在稱呼 所謂的比較小的一個scale 探討這個遺傳學 用這個scale 比較小的scale去看 好 那當然這個始作俑者就是要 就是指說因為發現了DNA 那各位不要小看DNA DNA其實也算是大分子 它其實不算是小分子 我們一般小分子就是一個結構 一個結構 一個Nukety這個也許是一個小分子 可是如果像DNA 這種組成或蛋白子組成 這個其實就叫做聚分子 但是也是就是很多很多分子 其實也叫聚分子 好 那我們為什麼這兩張要併在一起上呢 為什麼 各位你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這兩張要併在一起上 然後你會發現轉路轉移這些 都上得很快 各位你知道為什麼要上那麼快嗎 因為我們時間有限 所以說我們其實在這個後面的半段 會上得比較快 那各位也許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這個跟分子遺傳學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我們現在目前上的東西 接下來這幾張 9、10、11、12、13、14 這些都差不多 都是跟分子生物學呢 你們都會上到一次 那有些人講說 那我現在就是隨便聽一聽就好 反正我分子生物學再來上 可不可以 可以 非常歡迎 那 可是呢 你要是現在沒有先 先稍微去了解一下 你到時候一定會很難進入分子生物學的領域 因為不只是老師用英文授課 或是說教科書 都是更艱深的 都是比較艱難的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給大家一個緩衝的時間 所以大家希望說能夠好好的去學習 那如果說你學習以後 你以後之後想說 我覺得這個很有興趣 我再進一步去修分子生物學 好 那我們上次呢 有大概跟大家講說 這個DNA Structure 跟這個分析 簡單來講就是說 DNA結構怎麼被發現 那DNA結構 大家應該都很有概念 就是說 是Watson跟Click他們去做那個拼裝 拼接而成 去玩那個拼來拼去 拼就拼出來了 然後就等諾貝爾來講 對不對 OK 所以說各位 你們知道說其實 有時候 你說這個這麼簡單 為什麼大家都做不出來 就是 就是Watson做出來 跟Watson跟Click他們兩個 這個就是 互相討論 然後得到這樣的結果 各位 Watson那時候才 剛 博士畢業 然後去做這件事 他才28歲左右而已 28歲 各位你們已經幾歲了 差不多啦 還沒博士畢業 你看 那28歲已經博士 25歲就博士畢業了 然後 就是差不多那個時候 就開始去探討 他就覺得說 要找出這個DNA結構 所以你看 他就是有很精準的眼光 他呢 他那時候還在念博士 他還沒畢業 還沒學博士 所以他就說服他 跟他一起做這個DNA結構 他本來是做蛋白質的結構 蛋白質的結構 用X-ray 繞色 後來他就找他 他就說 我覺得要做DNA 比較有 有 前景 就是說更重要對不對 後來他們兩個 就一起去 探討這個結構 後來就被他們先解除 當然是有其他人的幫助 這些人 或是說這些人 那他這個是真正的 是幫助嗎 還是說 只是科學之間的一個 一個communication 就是互相的溝通 這就是 在這個story裡面 非常有趣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呢 其實我很建議 大家可以去看這些 DNA的發現的這個history 因為這裡面 就是有些人是從比較正面的方向來講 大家合作無間 但是呢 其實 瓦爾神自己寫了一本自傳 他說其實裡面是有很多八卦的 還有一些狗行鬥窄 還有一些就是 顯來顯語 顯言顯語之類的 他寫成一個八卦式的 DNA發現的小說 不是小說 就是自傳式的書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看 那這些當然 大家就是茶餘班的一些 就是讀艱深的文章之內之外 還可以去看一下 他的一些有趣的描述 那我們今天其實 大概也會跟大家講一些過程 但是不會那麼detail 因為時間的關係 好不好 那我們上次呢 其實有大概跟各位講說 其實在這個 在DNA發現 DNA發現的時間是 是什麼時候啊 DNA發現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解除DNA的年代是什麼時候 知道嗎 1944年 不對 你要看英文啦 看內容啦 不是1914年 好不好 有沒有人知道 好吧 你們大概都不知道 大家可能都覺得說 這些年代不是很重要 事實上這些年代重不重 其實也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只是你們大概在這個過程裡面 各位以前你們被歷史不是最厲害的嗎 什麼年代發生什麼不是最厲害嗎 可是科學史好像沒有人在記這些年代 好 那沒關係 那你如果講說是1944年之後 大概1950年 那也可以對啦 其實就是1950年左右 那這為什麼會寫說 1944年其實他只是在講說 1944年開始呢 很多科學家呢 為了要發現這個DNA呢 開始研究這個Bacteria 跟Bacteria Fudge 就是氏菌體的研究 研究 那之後呢 才在這個 才發現了這個DNA Structure 所以說DNA Structure發現之後 當然就是 這張的重點就在這裡 以及DNA的長相是什麼 還有一些分析DNA的方法 大概就是這張的重點 那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就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1944年的時候 大家已經知道 1944年最重要 我記得我們上次已經問過各位幾個實驗 1944年就是說有一個很重要的實驗 被發現說DNA是遺傳物質 這個是什麼樣的實驗 什麼樣的實驗 我們上次有提到 那個所謂的Avery Avery他發現了 那個這個所謂的肺炎雙球菌裡面的 的那個的物質 就是說轉型物質是DNA 但是他沒有說DNA是遺傳物質 各位要搞清楚 他只 我們上次有講到說 最早隔離膚質的實驗 他證實了這個 這個菌可以從平滑的 可以從那個Rough的 變成平滑的 然後呢 這個是最多 他認為其中有一個叫轉型物質 Transformation Factor 這是隔離膚質的實驗 有轉型物質 可以讓 本來是沒有毒的這個 變成有毒的這個 那當然是在老鼠體內 可是這物質是什麼呢 不知道 所以呢 另外的人呢 叫Avery Avery呢 他們就去測試說 到底這個東西是什麼 然後 當然他們會最後測出來的是DNA 我們已經有跟大家講說 他們的實驗 好 可是 這個東西 怎麼去跟 遺傳物質牽上去 跟Genetic Materials牽上去 他這個 這個 這個DNA 跟Genetic Materials 跟遺傳物質牽上去的 重要實驗是在哪 是什麼實驗 如何證明DNA是遺傳物質 是誰的實驗 赫爾雪跟蔡茨 赫爾雪跟蔡茨 沒有錯 你講的人名都是對的 那你知道他怎麼做實驗嗎 用氏菌體 好 再來 氏菌體 結合放射物質去做 氏菌體結合放射物質去做 對 然後就是當DNA的氏菌體培養 它含有 P320的放射性同位素有非常激重 然後讓這些 氏菌體體內的DNA有放射性元素 然後 就是 就是 如果是蛋白質的部分的話 就是用硫的同位素 那 0的話就是 我們知道DNA裡面 結構的部分就有0酸 那之後再用 理心機 就是你先讓那個細菌去 先讓氏菌體去感染細菌 之後用明星機分離 然後最後用 檢查放射性元素 到底在哪裡 然後去 得到就是DNA就是 遺憾物質的2成結果 OK 好 滿完整的喔 給你3分喔 那個 如果說你們 其實我們這個 在第一堂課的時候 應該是有跟大家 稍微再提過 其實最主要就是 非常有名的 賀爾雪跟蔡司的實驗 您仔細看一下 氏菌體 他們都知道 氏菌體 會黏到細菌上面 那細菌上面 所以說要一代一代傳下去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東西 就一定是DNA 所以說到底 一代一代傳下去的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知道 在氏菌體裡面 就只有兩種物質 一種是蛋白質 一種叫做DNA 那請問哪一個東西 才是遺傳物質 其實就是看 它的下一代的病毒上面 這個所含 能夠傳下去給下一代的是什麼 所以他們就很厲害的 就去 剛好去標定喔 說如果說 我把這個DNA 標定成綠色的 就一種放射性 然後呢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蛋白質呢 我把它標定成這個 紅色的 那當然這是兩個實驗 分開做 會比較好 然後最後再看一下說 請問一下 這些 它的子彈呢 得到的到底是哪一種放射性 最後得到的是什麼 最後他們 應該就是說放射性 這個是 放射性的檢測 最後發現說 這檢測到的都是什麼 都是 是 是在DNA上面 那當然 這個東西其實 不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說分離的 你最後 你最後 你最後去分離 分離得到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說 最後遺留下來的 最後遺留下來的東西 都是 都是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為什麼沒有蛋白質 因為這蛋白質到時候會被 離開的 OK 所以就是檢測說 最後到底遺傳物質是什麼 就是說 在菌體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DNA 就是這樣 好 那 從這個實驗開始之後 大家就非常的關心說 請問DNA到底是長什麼 DNA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才會有接下來的這些 這些實驗 那所以呢 大家就有一個疑問 DNA 我這邊就是再回覆到一個 本來就應該大概有一個概念 DNA如果是遺傳物質 請問它必須要有哪些特性 它必須要有哪些特性 它必須要有四個特性 那這邊其實就是在講說 它必須要有哪四個特性 當然我們都知道 第一個 它必須要怎麼樣 遺傳物質 它必須要能夠傳給下一代 好不好 它必須要有能夠傳給下一代 那第二呢 你看我只是沒有秀出答案來 你們如果有硬講義就可以了 第二呢 來 要有遺傳訊息在上面 很好喔 要有遺傳訊息在上面 那當然我們知道 後來知道遺傳訊息是什麼 上面的遺傳訊息是什麼 它怎麼攜帶遺傳 它的遺傳訊息是什麼 這是像類似三個還是三個 組成一個code OK 其實就是 ATGC這些 這些密碼 OK 這是遺傳訊息 很好喔 那這兩個 還有呢 必須要攜帶遺傳訊息 變成四個 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什麼 這是絕對 絕對必要的嗎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不一定是絕對必要 來 你不是要講什麼 可以複製很好喔 為什麼 因為 應該講說 可以傳給下一代 可以傳給下一代的過程中 一定要經過複製嘛 對不對 所以 你要先有複製 你才可以傳給下一代 所以有遺傳 有自己有遺傳物質 要能夠傳給下一代 還有能夠複製 那還有一個呢 要可以進行轉入跟轉逸 要可以進行轉入跟轉逸 對 剛才我講說 能夠傳給下一代 其實跟複製是一起的啦 那這邊誰想說 能夠轉入跟轉逸 簡單來講 就是能夠變成性狀 能夠轉化成蛋白質 這個很重要 這是第三個 然後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很重要的 多央性 為什麼會有多央性 為什麼會造成多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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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變 然後 如果每個人的疊癌都一樣 如果環境造成 就是 有這個疊癌會死掉的話 他們全部就會死掉 OK 好 雖然講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大概就是這樣的概念 要造成 能夠造成基因的多央性 是什麼 要能夠突變 要能夠有變異 好不好 這個複製物質 要能夠些微的變異 那這變異其實就是 我們認為的所謂的突變 然後能夠傳給下一代 變成生物的多樣東西 那其實這都是傳統 我們以前 從他們生物學家 從早到晚去探討說 遺傳物質需要具備什麼樣的東西 才能去做 所以他們那時候會去看一下說 蛋白質可不可以做遺傳物質 糖類可不可以做遺傳物質 還是核酸做遺傳物質 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所以這邊可以看一下 WCL儲存訊息 大家剛才有講到說有遺傳密碼 或是說能夠有replicate 傳給下一代 第三個要能夠表現訊息出來 就是轉入轉譯這個概念 最後一個是allow variation allow variation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你要做造成生物的多樣性 所以就是根據這幾個點 他們去 後來才會 就是漸漸才知道說 漸漸把它轉向說 應該是蛋白質或者是核酸 目前那時候的看法 主要是這兩個東西 我們再來就講到說 分子遺傳學 其實最重要的一個叫做central dog 大家都知道是DNA 可以轉入成RNA 再轉譯成蛋白質 然後這邊可以DNA複製 大家相信這些都還蠻熟悉 所謂的中心法則 所以我們一直在講 分子遺傳學是什麼 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 來解釋遺傳的現象 或者是用分子生物學的方法 來探討遺傳學 遺傳疾病 遺傳的應用 這其實就是分子遺傳學的概念 那你如果說 只是講分子生物學 很多人會講說 分子生物學理論上來講 很多人會認為說 它是一種方法 可是實際上它除了方法之外 它還有很多 就是它的一些中心的想法 就是分子之間的探討 那當然啦 這些應用在什麼 應用在生物學 才是我們真正想要去做整合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一些簡單的圖 包括說 DNA轉入轉液 轉入的過程中 需要用到這些物質 包括不同的 RNA 跟 ribosome 轉液就成為一層蛋白質 這個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好那我們剛才講到說 這個 在 在1944年之前的一些發現 包括隔離膚質 現在其實是有點在幫大家review 但是 其實上你就可以看到出來 我們那時候看的影片 還有說我們跟大家介紹的一個 detail 所以說大家如果說不熟的 就再去看這些 如果熟的我就是很簡單的 我們再去描述一遍 隔離膚質就是發現這個 平滑的注射 老鼠就死悄悄 可是這個RAF 就是比較 就是有 就是比較粗糙的表面 它注射進去 老鼠是活的 這沒有毒的 可是如果把這個死菌 殺死了 注射菌當然還是活的 可是死菌 這個死掉了 裡面應該是 死掉了應該是沒有毒 把這個跟這個混合 居然老鼠死了 那老鼠死了 發生了什麼事 他去檢測老鼠的體內 居然發現了一個很特別的事 這個東西怎麼變成有毒了 變成這種了 所以他就認為說 裡面一定有一個轉型物質 可以使得這個本來沒有毒 變成有毒的 變成有毒的 那這個能夠變成有毒的 很可能是從這個有毒的身上得到的 就是這樣 至於這是什麼物質 所以他認為它叫做轉型物質 從這個轉型到有毒的 這個轉型這個字 所以科學講話是很嚴謹 他不會那是想 就不會馬上講說 那是什麼DNA 或是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是不是DNA 好 那當然接下來 就是在 在接下來有一個叫 有Avry 或是馬卡尼 其實這個比較有名 其他當然也都是分子生物學家 就是那時候的 氏菌體學家 或是所謂的 這個 微生物學家 他們就利用這些工具去找出來說 到底這個轉型物質是什麼 它是DNA 而不是蛋白質 好不好 那他們 我們上次有跟大家講 它其實它是用很簡單的這種刪去法 因為呢 你也知道這個死菌裡面 菌 把它把它這樣切碎了以後 它就是體內不是含有糖類脂質蛋白質 如果你們學生化 你就知道 你一個人 一個菌體 或是一個生物體裡面 能夠含有哪些物質 不害物就是糖類脂肪蛋白質核酸 DNA 就是這些東西嘛 那要這些東西 其實那時候生化都已經有方法說 我去除糖類 去除脂肪 去除蛋白質 去除DNA 或去除RNA 然後呢 我再去做 把這個東西混入那個菌裡面去看 看這個菌呢 最後呢 再把它打到老鼠裡面會不會死 結果發現說呢 我只要 這個 去除掉 蛋白質之後 老鼠是 是 活的喔 然後 去除掉 去除掉RNA的時候 老鼠也是活的喔 那直到我把DNA 給去除掉了之後呢 去除掉之後 發現說 就會產生這個菌呢 菌呢 是有 有致命的這個菌 那這個當然打到老鼠 就會死掉 就這樣 所以他們不僅是看有沒有菌 還有看這個打到老鼠 會不會致命 就這樣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用一些 用刪去法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 我們學生物 或是學分子生物學 這一段的History一定都要跟大家介紹 因為它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實驗 證實某一件事情 各位 我們早期的 早期的生物其實都很難去證實 你要證實它是什麼 驅同演化 什麼演化 或是說它的總化是怎麼樣 怎麼樣 或是達爾文要證明 證明這個 達爾文要證明 霧晶天 試著生物 都是很難證實的 但Hipathy都非常難證實 可是從進入了分子生物學時代 你會發現 他們的這個所謂的實驗 還有他們的結果呢 都是非常漂亮 而且是邏輯性都非常強 那這個就是說要為什麼 常常會跟大家 一定要介紹這些 就是要讓大家去思考 而不是只是把這歷史背一背 這歷史背一背沒有意義 好不好 那所以說生物 你要知道說 進入分子生物學的實驗 幾乎都是這樣子 你就是去想幾個Hipathy 或然後去做設計實驗 然後看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我們等一下會繼續再講 好 那這個就是在1944年之後 他們發現了這個 這個轉型物質 轉型物質 但是呢其實這還不夠 還不夠 還不夠 因為轉型物質呢 轉型物質是 這個 轉型物質是DNA 還不足以證明說 DNA是遺產物質 可是那時候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就我在想說 你會不會是那個 各位都知道核酸嘛 核酸是會跟DNA 產生在一起 有沒有可能 細菌的DNA上面 有沒有核酸 有沒有蛋白質 有沒有所謂的 主蛋白之類的 人類也是一定有啦 細菌的上面 有沒有一些包覆蛋白質的 也是有喔 所以人家就在想說 你會不會在 存化DNA的時候 有一些污染 對不對 那當然他們一定會 沒有 可是人家就會質疑說 有沒有 如果有 那你就不能講說 一定純粹是DNA 因為大家都一直堅信 蛋白質才是遺產物質 這是最大的一個困難 那要怎麼去證實 所以這個賀雪跟蔡斯 這兩位 就是因為他們應該是 他的實驗室底下的 Postar 博斯宏 但在1952年的時候 證實了 那剛才證實 其實就我在講 因為他們知道 這個 這個氏菌體的一個 Life Cycle 所以呢 他們就很精巧去 把它標定在 這個P32 P32標定在DNA DNA上 035標定在 蛋白質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只有在中間 DNA的部分 是0 是0 在蛋白質外套的部分 是瘤 那當然這個 為什麼會標定在0 標定在瘤 我們都講過 這個東西大家都知道 知道 然後當他們感染DNA 感染了細菌之後呢 然後再把這個分離 分開 就把它離心分開 然後它就會被甩出去了 所以就只剩下菌體 跟這個 跟這個遺傳物質 那菌體跟遺傳物質 結果後來一看 是什麼 是DNA就在這裡 那如果像這個狀況 一離心之後呢 居然那個蛋白質 就蛋白質都被 都在這邊才檢測得到 不會在細菌裡面檢測到 因為你看不到這個 各位 你們不要想你們看得到這個 你只能用放射性去偵測 所以當你要這個離心 這個一定在上面 這個要下面 所以你接近 你接近它的時候 沒有聲音 可是接近這個時候 會有什麼 變實驗當然就會有聲音 因為放射性在這裡嘛 所以放射性滴滴滴滴 滴滴滴就在這裡嘛 可是這裡不是我們要 這裡才是我們要看的 放射性不在細菌裡面 可見它不是遺傳物質嘛 所以這個為什麼很漂亮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正 有一個正向的實驗 也有一個反向的實驗的佐證 所以那時候呢 大概1952年的時候就證實了 應該是1952年 差不多這個時間點 它應該是比較早 證實DNA是遺傳物質 所以這個時候 跟那個童年 跟Watson Clicker發現DNA 1953年發現 其實就是我一年的差異 知道這個馬上就可以去 所以為什麼Watson那時候 知道說要趕快去解開DNA 因為他覺得DNA很重要 可是有些人不這麼認為 因為那時候大家還認為說 可能蛋白質也有可能是遺傳物質之類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說 這邊有一些要問大家的事情 就是說 既然說DNA是遺傳物質 可是我們在生活裡面 在研究的過程中 總是有一些直接或間接的證據 所謂的直接間接證據 是什麼意思呢 那就是說 你總是要知道說 為什麼 你要講說DNA是遺傳物質 你總是要有一些間接的證據 那這邊的話 我就跟大家講一個 什麼叫間接的證據之一 就在這裡 就是說 你會發現說 它呢 蛋白質呢 在全部都有對不對 蛋白質細胞核也有 細胞質也有 可是DNA只有在哪裡有 只有在細胞核有 這個就是第一個證據說 哇 它不是隨便亂分佈的 它是很專一 只有在細胞核的東西 那我們知道在減數分裂的時候 已經有失分裂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看到那個 核膜破裂那個才開始刪出來對不對 所以說你那時候就可以知道說 只有在有失分裂或是減數分裂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那個核膜才會破裂 然後染色體才會分開 所以那時候就認為說 應該是DNA 應該在核裡面的東西 才是遺傳物質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第一個 第一個比較間接的證據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有人去看一下這個卵啊 或是精子的成分啊 然後就會去測說 如果說有一些 是Heproid跟Diproid 那當然就知道說 這種細胞 就是減數分裂的 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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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一般2N的 去看一下它的重量 就差兩倍 那當然啦 這個 當然就是講說 這是什麼東西差兩倍 那當然我們都知道說 可能是遺傳物質嘛 遺傳物質差兩倍 可是這東西到底是什麼 其實那時候也還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一個間接的證據 我們剛剛有講過喔 講過喔 說 遺傳物質 要有可能可以 突變 對不對 那 突變 如果是這樣的話 它自然界 怎麼突變 自然界它會 各位 在自然界中 各位你們 你們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 如果說你那時候 的學派是DNA 或蛋白質 請問DNA 或蛋白質 你認為哪個東西 比較會突變 或是比較會變異 會不會變異 要想一個 依據化學的角度來講 你一定要能夠吸收它 或是能夠接收它 它才能夠產生變化吧 蛋白質分子 或是DNA分子 誰能夠吸收 突變物質 請問這突變物質是什麼 你們一般認為說 我們自然界中 有哪些是突變物質 你們耳熟能響 可能可以看得大的 聽得大的 這麼多人 怎麼一講 一講這麼多大修舉手 這邊好 來 手 放射線 放射線 OK 但是放射線在自然界 不太會時時刻刻存在 但是OK 就是說它會接收突變物質 還有呢 還有跟放射線很像的 紫外線 好 我為什麼要特別講到紫外線 UV 因為 各位你們要知道 UVLight 是網際中的一個四突變器 其實那時候大家大概都知道了 當然放射性也是 只是放射性平常沒有那麼長 那麼 自然界中不是那麼有 長出現 然後呢 加上說 那你就去測嘛 請問蛋白質跟DNA 誰 誰會吸收UVLight 誰會吸收UVLight 當然我們都知道 現在知道的是DNA 為什麼可以吸收UVLight 你說 為什麼 為什麼 好吧 你如果不知道說DNA 那你問一下 我問一下你 那個UV的波長是多少 260 260很好 蛋白質吸收的波長是多少 280 你怎麼知道 好 不錯 我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生化學家都知道說 這個蛋白質跟DNA 蛋白質是可以吸收280的 吸收以後 你就可以去測它的濃度 你知道 各位你們學生技時間 有沒有用280去測 測它的吸收光譜 有沒有 還是說你們是加那個一個染劑 然後再看吸收光譜 這種是兩種方法 其實蛋白質可以直接去280去測 但是280是不可見光 看不到的 好 那所以呢 我們就 現在就是要講 所以你說 蛋白質其實它吸收光譜是在280 但是 DNA呢 它的吸收光譜是在 是在 是在260 然後呢 居然它會吸收 表示它有可能會改變它自己的構型或是結構 所以就變成說它又是一個Mutagen 就是所謂的制圖變計 所以它才有可能會突變吧 所以就是這個東西連貫起來 就認為說 應該遺傳物質是DNA 是有一些證據存在的 好 那 所以我們為什麼 UV 你看你們如果說 DNA染色 為什麼要照 要照 那個 紫外的box 其實就是要看 DNA的顯影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好 那 最後一個 另外有一個 有一個 後來 等到DNA發現了 DNA發現了之後 有一個 我們DNA發現 各位我們剛才講 DNA發現 是在視訊體發現 對不對 請問這個 你對這個有沒有疑慮 視訊體 它發現的遺傳物質 視訊體的遺傳物質是DNA 如果是你 你會想到什麼問題 你自己本身 跟視訊體 一樣嗎 所以 我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如果是你 你覺得說 看到了這個實驗 你再說 遺傳物質就是DNA 你會有什麼樣的challenge 或是怎樣的挑戰 你會有什麼樣的challenge 是不是每一種不同的生物 它的遺傳物質都是DNA 或是 RNA之類 就是每種生物 就是有意義這樣 OK 這個是非常好的答案 其實就是 你就想到 這是病毒嘛 對不對 那你會想到說 細菌是不是也是 遺傳物質是這個 甚至 正合生物是不是 人類是不是 對不對 所以說 可是那時候 沒有辦法用這些做實驗 所以才會有辦法 我們講那些 那麼多見證的證據 只是到哪時候 才開始 才真正的確認說 說 原來 DNA是 in-reversal的 in-reversal就是從 最低能的生物 到最高能的生物 剛才這邊有講說 有沒有可能 但是 這個我剛才講說 遺傳物質有可能是 是RNA 只存在病毒 對不對 這個是可以 要去理性 不是 高等生物 或是說 那個原核生物 沒有細菌 沒有任何的細菌 是RNA的 現在目前來講 知道是這樣 好 再來 就是剛才我們講 講這個東西 知道什麼時候發現了 就是 基因工程 你把人類的遺寒素基因 送到 送到了E.coli之後呢 後來發現了什麼 後來發現了什麼 你把人類的遺寒素基因 送到了E.coli之後 發現了什麼 它也可以認得 認得人類的遺寒素的序列 而且做出 遺寒素 這個蛋白出來 表示什麼 遺寒素基 是可以 互變的 就是說是 Universal的 了解嗎 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是 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這就是剛才講的 RNA可以當遺寒物質 就是In some virus 是有的 那這個virus 的遺寒物質 是RNA也可以 也是這樣 那其實 最早發現的 當然就是在 煙草腔圈病毒 煙草腔病毒 其實研究很久了 這也是最早病毒發現的 最早發現病毒的 History 就是做煙草 這個 因為它會濾過 濾過 濾過 濾過性病毒 早期 早期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可以濾過 那些細菌都會被 都會被濾掉 只有 有一個東西 會跑掉的 後來還發現 那個是病毒 各位了解嗎 病毒的發現史也很有趣 我們沒有時間講這個 但是微生物 應該會去講 病毒發現史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RNA 那問題是 RNA怎麼變DNA 我們剛才多多多講 先說都可能要做DNA 變RNA 變Protein 對不對 而且這個是中心 這個複製 OK 那這可逆嗎 可逆嗎 可逆嗎 好 中間好 你們是同組的嗎 那就好 OK 你說 可逆的 可逆的 反轉路病 可逆的 然後呢 是靠反轉路病 反轉路 什麼 反轉路的效數 反轉路效數 OK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在講說 這邊到底這是可逆的 那當然這是可逆的 那可逆的 就是透過 這個 我們一般講 用RNA病毒 很多人覺得 Ritual virus 因為它必須要逆轉路 它必須要把這個 逆轉路成DNA之後 再用 那我先問一下各位 為什麼要逆轉路啊 它為什麼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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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想說 它 為什麼要逆轉路 成DNA 而不直接用 RNA去做複製 或是RNA 直接產生大白質就好 為什麼要逆轉路 OK 好 其實簡單來講 有沒有擦路 其實不一定 不一定要擦路 但是其實重點是 它必須要用 宿主的系統 宿主是沒辦法 利用RNA 去轉 去轉 E 直接就轉 各位 懂我意思嗎 我們宿主 我們這裡面如果要用 RNA做複製 就直接變成蛋白質 是不行的 所以它必須要轉成DNA之後 再藉由宿主的系統 去做它的蛋白質 或是它的蛋白質 跟它的RNA 好 然後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所以這個東西是 病毒特有 對不對 OK 逆轉路 這個東西是 逆轉路 酵素 就是R Reverse transcriptase 逆轉路酵素 是特有的 好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這邊 就把它標示這個 這個東西 各位你不要覺得說 這樣子好像很理所到 就覺得說 就發現了這件事啊 其實當初 這個 我為什麼會特別 這個學者 Howard Timmy 他當初 他當初認為說 有這個逆轉路酵素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怎麼可能不合適 你居然違反了 Wallax很可一可的 中心法則 你已經想死了 我要講的是什麼 當初大家都認為說 這中心法則是 老不可破 一定就是 不可逆的 可是呢 你看就是有一些學者 他們在觀察一些 現象 或是觀察一些 生物現象 就發現說 可能存在某種物質 會讓RNA的病毒 會 當然啦 也有人講說 你RNA病毒 為什麼不能就直接產生蛋白質 也是有可能 不一樣的機制就可以 可是這個機制找不到 還沒找到 對不對 所以就有人在想說 所以說他才會去想說 那有沒有可能 他會變成是 逆轉路的這個方向 所以呢 他就拼命去找這個物質 可是當初很多人會想說 這個物質 你為什麼要去找一個 不存在的物質呢 各位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現在跟各位講的 就是其實是一個故事 各位有時候聽起來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好像就存在怎樣 可是有時候要發現這些的時候 他們其實過程是非常艱辛的 好 那為什麼我會提到這個 因為這個是我們的校 我以前在這邊念大學 念博士班 所以隔壁有一個大樓 所以隔壁大樓 就是為他而蓋的 德諾貝爾獎 學校就給他蓋東西 是用大樓 專門研究這個Retrovirus 那Retrovirus 幹嘛 跟癌症很有相關嘛 所以說其實那一棟大樓叫做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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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cer Research 就是研究癌症 但是他癌症的專門呢 是專門研究病毒造成的Cancer 各位 Cancer造成的原因有很多種 每個學校有他專門的地方 也許他是認為是用化學物質造成的Cancer 或是用 有所謂的 所謂的 所謂的 或者是說 Tumor Suppressor基因所造成的 這些不一樣的領域 不一樣的學校有不一樣的專長 那我那時候在那個學校 那個學校所認證 幾乎都是在針對 是逆轉路病毒 所造成的Cancer相關的研究 就是這樣 好啊 所以大概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講完了以後 然後我們就要進入了另外一個 就是RNA自己也會複製 因為它也是後來才找到 RNA其實它可以自我複製 那這是在病毒裡面自己 可以在宿主裡面可以做的事情 好 OK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要探討 你今天講了那麼多 DNA是遺傳物質 那請問DNA長相如何 DNA長得怎麼樣 那各位應該都知道 我這邊就很快去跟大家看一下 DNA當然是這個叫Nucleotide 它就是一個單位體 它還有什麼 這個含氮碱基 就是這個部分 還有一個五炭糖 還有一個phosphate group 就是這樣 所以說這個呢 我們一般叫做 叫做核甘酸 什麼叫核 核就是這個 這個核 核是哪一個核 乾 酸 酸是這個 乾是 核是哪一個核 我們不是在講說這個東西 叫核甘酸 我突然在想說 當初人家都怎麼去背這個 去記這個核 還有乾酸 你酸就是phosphate 就是phosphate 就是phosphate group 核 核是哪一個啊 含氮碱基應該是乾吧 是不是 還是糖肝 這應該是糖 這應該是糖 是不是 有點忘記了 Anyway 其實這個的計法呢 就是它的組成 它的組成就是 就是 就是 含氮碱基啊 或是phosphate 跟 跟這個 五炭糖 就是這樣 然後 記得喔 就是 DNA跟RNA的差異 就是在這裡 有一個 去氧 跟 沒有去氧 各位如果說 加了一個氧 這個就是 你看去氧 剛才我們這邊 叫做deoxin deoxin 就是去氧 那你如果有氧 就是 就是 Adenyl acid 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RNA的組成 那如果是DNA組成 就是這樣 所以說為什麼 DNA DNA 那這邊 這邊有講喔 為什麼RNA 比較 比較容易突變 所以說這個東西 你可以看到說 一個有氧 一個沒有氧 所以說為什麼RNA 比較容易突變 或者說RNA 比較容易 比較不穩定 為什麼 其實就是 發生在這個氧 啊 怎麼發生了什麼事呢 為什麼氧在這裡 會 對RNA造成比較不穩定 這個要從有機的觀點來看 好 你知道喔 好 後面呢 你已經舉手了 來 你啦 就是你 OK 所以比較容易跟其他的話 好 好 各位會知道說這邊 癢有比較多的 long pair 專有名字 不承 對 孤單的電子隊 有沒有 好 所以說比較容易造成輕和攻擊 你看在這裡就可以一直做很多攻擊 你們如果學有機的話 就會知道說這個是很容易 很不穩定 就是這樣子 那同樣的 如果說 如果按照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到 所以說 如果說DNA 要反應的話 請問它應該從哪裡 為什麼會五端到三端 為什麼到五端到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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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你看 你可以預期 下一個Nuket要間接上去 要從哪裡間接 要從哪個地方間接 要從哪裡間接 要從哪裡反應 請問要從這裡反應 還是這裡反應 還是這裡反應 好 就是三端的這個地方 這其實是第三個炭 第一個炭 第二個炭 第三個炭 從第三個炭 從第三個炭 這邊反應 所以說Nuket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 你在做DNA複製的時候 它是從五端 接到三端 就是因為它從這邊 這邊去 一直接 一直接上去 OK 好不好 所以說其實有時候 你可以看化學結構 你知道化學結構 你就發現說 這其實都是比較簡單的一個概念 好 ATGC 大家就知道 我可以跟大家這邊 稍微講一下 Purid 含AG AG的結構 主要就是它一個五碳 五碳的環 這個五個環跟六個環 並在一起 這個 這個 A跟G 然後那個 Primidin 就是Cytocin Cymin 跟Eurosel 就是一個這樣鑽石的結構 OK 這個 你看DNA是CT RNA是CU OK 大家知道 這個沒有什麼太難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Nuclecide Nuclecide 就是去沒有 沒有磷酸 這個是我們一般講的結構 但是有時候 有的case 你會發現說這個結構也是存在 但是它是沒有 沒有這個 磷酸 就是Nuclecide 所以你可以大概這樣 沒有編的 沒有sign 沒有編的就是兩個 有完整的 Nuclecide 是完整的 Ti 就是完整的 那種概念 那大概先這樣 這個結構 先介紹到這邊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說明